對著鏡頭鞠躬再鞠躬 基隆市長謝國良連五天大清早開直播 只是先前選在基隆火車站 被站務人員提醒恐違反行政中立 這回換點到白富車站站崗 車站問好還關心市民早餐吃什麼 謝國良進入懸戰模式向霸樑團體宣戰 但策略連資深媒體人黃偉翰 都忍不住發文幕僚該打屁股 如果不是為了反罷免 全台有哪一位縣市長 會天天早上七點去火車站直播 鞠躬一小時 宣傳市政才是降低市民 罷免意願最好手段 選擇這個地點 事實上也都引發這個爭議 外界認為說他並不清楚的了解 所謂的法規 都會引起一些負面的話題 霸樑能否成案進入第二階段審查 基隆選委會是否寄出 2.5萬份查詢單保密到家 而同樣面臨罷免危機的 還有被停職的新竹市長高鴻安 柯文哲反擊放話要罷免 吳思瑤吳佩義 就連國民黨也定調全面開展 藍營全黨救藝人盛防大罷免時代來臨 但若用錯方法恐造成負面效應 三首黃岐城國民學院台北基隆報導 在馬上 高鴻安 原諾